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欢迎大家回到CryptoTrix 在上期的内容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Layer0的区块链Polkadot 相比Polkadot还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区块链叫Cosmos 想必大家也听说过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Cosmos 以及对比一下Polkadot和Cosmos的一个区别 然后各自优势 还有一些基本面的大体分析 首先Cosmos简单来说的定位 与Polkadot相似 都可以被归为Layer0的区块链 Cosmos是一个区块链生态系统 然后可以相互的扩展和增强互操作性 在Cosmos之前 区块链是孤立的 然后无法相互通信的 同时很难建立这样的网络 并且只能去处理每秒少量的交易 比如说像现在的比特币还有以太坊 Cosmos通过新的技术验警解决了这些问题 简单来说Cosmos与Polkadot 想解决都是让这些独立的Layer1的区块链之间可以互通 并且吸引开发者来他们的Layer0的区块链上 借助他们已经搭好的基建 来创立这种独立自主的区块链 然后还可以与其他的链去兼容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Cosmos的发展历史 Cosmos的最早开发是始于Jaycoin和Ethan Bachmann搞出来的Tendermint 也就是Cosmos背后的POS的共识机制 经过两年的开发 这两个人发表了Cosmos网络的白皮书 然后正式让Cosmos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一年后也就是2017年瑞士的一个非盈利区块链基金 叫The Inner Chain Foundation SEF协助了Cosmos的SEO 然后发行了Atom代币 融资融到了1700万美金 然后背后开发Cosmos网络的Tendermint Inc 融资了900万美金 然后负责后续的Cosmos网络技术的核心开发 Cosmos的结构和机制是什么 它是由三个最主要的部分来构成的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应用层 然后第二个是共识机制 第三个是Networking 也就是网络和之后我们介绍的Hubs 第一个应用层是有Cosmos SDK Cosmos SDK是可以让开发者在Cosmos中建立独立自主的区块链 的这么一个工具箱相当于 第二层的共识机制 就是刚才说到Tendermint的PoS的共识算法 它是Cosmos网络背后的基石 然后第三个网络层是有IBC 这个IBC是可以让Cosmos整个宇宙中的区块链互相的通信 那也可以让它可以去跟其他雷尔文类似于比特币 还有以太坊去进行通信 那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类似于 像是外伴互联网中的TCP和IP的这种协议来传输信息 也就是现在我们用的互联网 OK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Tendermint共识引擎 那共识引擎呢 也就是你之前你在创建一个这个区块链的时候呢 比如像比特币 你是需要刚才说的这三层网络共识 还有应用程序 放在一起 那以太坊是通过提供虚拟机区块链 简化了这个区中心化应用的开发 那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智能合约的形式部署自定的逻辑 但是它的问题是它没有简化区块链本身的这个开发过程 就像比特币一样 那这个GoEthereum呢 仍然是这个整体偶合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比特币或者看以太坊 那就是这么一大块砖 它没法去把它拆开 OK 那2014年呢这个Jaycoin创建Tendermin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Tendermin BFT呢 将这个区块链网络中 和这个共识打包成了一个通用引擎来解决这个方案 来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允许开发人员呢 光去专注于我开发上面这个应用程序 通过这个Cosmo SDK 而不是开发这个复杂的底层的这个Consensus共识机制 那因此呢Tendermin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开发时间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算法可以快速的为整个Cosmo网络都提供那种验证交易的共识机制 然后呢 并且呢 你去开发这个应用程的时候 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去开发的 你只要最后底层 你可以通过这个ABSCI这么一个沟通的一个协议吧 框架 你去让这些信息跟这个共识机制去沟通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这个上面的应用程序和这个共识引擎是 是结偶核的 所以这就大大扩展了这个你去开发一个区块链的成本和这个时间 OK 然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应用程 应用程的话 这就是这个Cosmo SDK给到开发者 那这个所谓的SDK呢 就是已经开发好一些功能 你要想在Cosmo开发一个你自己的区块链呢 你直接使用这些SDK去 去做就可以 这不用重复做了造轮子了 那按照提供的这个SDK开发呢 它底层还是相当于用的是那个共识算法 就是Tendermint 然后你的区块链其实就诞生了 那注意啊 这个SDK是用来帮助开发者在Cosmo这个网络中去开发一个独立的区块链的 而不是像以太坊那样用智能 合约去开发一个Dapp就是区中心化应用 那通过这个SDK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制立 制定这个治理的规则 还有质押机制等等这些重要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IPC的这个协议 去来跟整个网络去沟通 和其他的这个区块链交换信息的 所以这部分是应用和它下面这个共识和Networking的这么一个架构的机制 OK 那现在假设了你已经在Cosmo上利用它这个SDK和这个Tendermint 已经开发好了一个区块链了 但是你还是一个孤岛 你没法跟其他的这个区块链通信和交换信息的 那比如交换这个你想去跟以太坊交换加密货币 或者说Message这些讯息 那这就要回到我们最最后这个网络层级这部分 那这部分是通过这个IPC区块链间的这个通讯协议完成 那这个IPC的协议实际上自动化两个区块链之间交换信息的中间人 那比如说呢我要从链A给链B转账10个ATOM代币 那这个链A呢就假设是一个Cosmo上的一个区块链 然后这个链B呢是另外一个区块链 那这个协议呢会自动将我在链A上这10个代币去冻结 然后呢通过通知这个链B验证一下这10个代币是否真正存在在链A上 那如果通过了就为这个链B呢去产生10个这个链A上的这个ATOM代币的凭证 那由于ATOM呢是实际存在在这个链A上的 那这个链B呢对这个链A上转账过来的这个代币呢 你只能拿这个凭证去使用 因为它是中规中矩 这个这10个代币还是在链A上存在的 OK那如果说这10个代币 你要想从链B上转回到链A的时候 那这个道理还是差不多 就是链B上的这个这10个代币会被凭证会被销毁 然后呢它会返回给这个链A通知 链A这10个代币已经被销毁在链B上 然后呢链A就可以解锁和解冻 它原来这个lock住的这10个代币 然后这10个代币就会流通回这个链A OK 那这基本上就是这个IBC怎么去链接两个区块链之间互通的原理 那IBC呢是一种协议 允许两个异构区块链相互传输这个token 那什么是异构区块链 异构区块链就是比如说 一个这个链A是一个POS机制的一个区块链 那链B是一个POW区块链 那比如说A咱们说假设它是slanaB它可能是比特币 这个区块链 那它两个互通也是可以实现的 OK 那如何创建一个区块链的网络呢 对吧 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沟通了 然后我也有这个区块链了 那这个整个生态怎么搭建起来 那之前呢有一个想法是网络中的每个区块链 用这个IBC和另外一个区块链相互连接 也就是说比如这一块区块链 这也是一块区块链 那我就互相的沟通呗就是直接谁想跟谁说话 那谁就去呗 然后但是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种方法会让这个网络中的这个连接数 随着区块链的数量呢成二次的增长 那就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整个网络中有100个区块链 并且每个区块链都需要保持彼此的IBC的连接 那也就是相当于有4950个连接 那这样很快你就会失控了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Cosmos提出了一个模块化的架构 那其实就是左边这个图啊 就是它分成了两类区块链 一种是hub一种是zone 那这个Cosmos hub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主网络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atom代币也就是这个hub 其实就是这个Cosmos hub的原生代币 那hubs呢其实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枢纽链 其实就更像一个交通枢纽 类似于这个pocket道的中继链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 那主要是方便各个独立的区块链呢 也就是zone 这些zone都是你可以开发者 可以开发独立的区块链 他们之间的互通 它的秩序和这个效率 那zone是常规的这种异构链 hubs是专门为这个zone连接在一起 而设计的这么一个中纽 那当一个zone创建与这个hub的IBC连接的时候呢 hub可以自动的访问 即发送或者接收 连接到它所有的其他的zone 因此呢 这个每一个这个zone呢 它只需要为有限的这个hub 建立有限的链接 也就是说 我zone连接了一个hub之后 然后这个hub来负责去沟通 其他的zone之间的这些信息传输和价值传输 然后呢 并且这个hubs呢 可以看到所有zone之间的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ledger 也就是他们的账单 那这样的话 hub还可以去治理整个这个生态 OK 那 hubs呢 还可以防止zone之间的这种双花问题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zone从hubs接收到token时呢 它只需要信任这个token的原始zone和hub 它不需要去跟管其他的这些zone 那实现整个区块链世界的这个互联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 就是cosmo的主要构成是 cosmo通过这个tendermin bft这个算法 和这个模块化cosmosdk呢 它使这一开发 然后很容易 那cosmo呢 还使这个区块链能够通过IPC和Paxon 相互转移价值 然后同时让它们保留主权 那cosmo呢 还允许这个区块链应用程度 通过这个水平和垂直 可扩展性能解放案 然后能支持到数百万的这种用户 那最后呢 cosmo不是一个产品 而是一个建立在一套模块化 然后适应性非常强 很有这个可交互的工具上的 这么生态系统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世界上只有cosmo 作为底层的这个区块链架构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态 右边这张图 就是出现好多种HUPS 然后还有一堆Zones 这些都是区块链 然后呢 这整个cosmo生态 还可以通过这个跨链桥 去链接外面的以太坊和比特币 然后还有更多的Layer1的区块链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区块链的 这个生态就搭成了 OK 那讲解完这个cosmo的基本原理呢 我们简单快速的快 看一下这个cosmo代币的这个atom 然后以及它的生态的基本面 首先呢 我们知道cosmo要解决问题 是搭建区块链间的这种互通网络 与这个Layer1的其他应用 这个区块链的不同 那对未来的这个预期呢 我个人认为cosmo的存在会至关重要 并且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其重要地位 那我在这里呢 推荐大家一个网站 到时候我会放到这个description里 它可以让你看到整个cosmo生态中的 一个交易量和互通量 还有success rate 那atom这个代币呢 实际上是cosmo中 cosmo hub上代币 然后呢 来完成共识机制的这个验证和网络治理 那interchain基金会通过了多轮私人投资 并在2017年4月6日结束了一场 这个公共的筹款活动 那就是基金会将这些铸造的atom的接收者 分为了四种 第一种是私人的这个贡献者 第二个是公共的贡献者 第三个是all in bits inc AIB和这个跨链基金会和ICF 那战略和早期采用者呢 获得了最初的供应量的7.1% 然后大概是1600多万个这个atom 然后换了 换取了他们贡献的130万美金左右 那种子贡献者呢 也就是种子的investor 获得了初始量的5% 那相当于是1100多万个atom 然后换取了这个30万美金 然后最后的这些public investors 所以是公共的这个投资人 获取了初始代币的这个67.9% 相当于三分之二的这个代币的量 那有1亿6000多万个atom 然后换取了大概有1亿6000万美金 但是呢1600万美金 那是但是以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 然后的形式来进行的融资 然后最后这个all in bits 其实就是这个telermint.inc 它是来负责开发这个共识机制的 然后他们是获得了10%的这个初始供应量 然后呢 这个是用来做这个cosmo 网络的开源IP的开发 然后ICF呢 同样也是获得10% 然后来开展web3.0的这个研发活动 那总共呢 是有两亿三千多万个这个atom 在创世的时候分给了984个账户 OK 那atom的目标呢 它的年通胀率是在每个区块中 是重新计算的 那通货膨胀呢 也会受到这个利率的变化 去来影响 那具体取决于这个 就是所需的这个质押的这个参与率 然后它来调整这个 通胀率 那目前固定为67% 这个参与率 OK 那年度这个通胀率呢 上限是为7%到20% 也就是说如果超过32%的atom被质押的话 那atom的区块奖励会逐渐下降到年化7%的一个通胀 那如果少于就是三分之二的atom被质押呢 atom的区块链奖励呢 会逐渐增加直到20%的这么一个上限 这就是为了保持 你总共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人来参与质押 然后让这个网络安全 OK 根据这个Cosmo Hub路线的2.0呢 Cosmo和以太坊这个重力桥以及以及这个Cosmo之间的兼容链 可以互相传输这个atom 然后还有这个以太坊以太代币 然后还有ERC20这个token 是Cosmo Hub的这个SATA的这个升级的一部分 但目前已经完成了 然后与这个以太坊和其他的EVM这种兼容区块链桥梁呢 可以为这个Cosmo Hub带来更多流动性 然后升级的一部分呢 还将有一个一个NFT的这种模块出现 那以实现NFT流动质押和跨链账户的这种管理 然后呢可以方便管理跨多个区块链上不同的账户 那Cosmo Hub目前的这个roadmap 详细的呢我就不赘述了 我们会放在这个link里边 然后关于这个价格呢我也不多说 因为我觉得目前预测这个价格是比较困难的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参与这个Cosmo Hub的治理和质押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去深入的研究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我这期呢会给大家这么介绍一下这个Cosmo的原理 还有它的基本面 然后呢下一期呢就会由Gary给大家带来这个Pokadot和Cosmo之间的一个对比 然后还有一些分析 那请大家不要一定不要错过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谢谢大家